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2年的9月29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人民币贬值会造成国内物价高涨 若再继续贬下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就会到来 北京时间9月28日晚 离岸人民币汇率升到7.26 后面央行发了不要赌声明 离岸汇率一下跌到了7.15 罕见的大波动 但是炒股的熟悉 这种常上瘾很可能就是趋势逆转了 就是人民币已经走上了贬值的通道 那么人民币贬值对普通人有什么影响呢 人民币贬值对中共的外贸出口是好事 因为目前中国外贸绝大多数是美金结算的 贬值会使中国商品更有竞争力 而外贸是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 外贸好还能促进就业 但是对进口来说就倒过来了 进口商品成本更高了 可能会导致物价上涨 中国对外依赖大宗商品的有石油 天然气铁矿石天然橡胶等 其中石油影响的不仅是汽油价格 还有各种塑料制品 纺织面料 化肥等的原材料 这些直接影响物价 比如鞋子的面料鞋底都是塑料制品 其次工业品方面 高精度车床 精密仪器 高端轴承 芯片 数控设备 操作系统 都需要从西方进口 这些作为生产工具 会导致工厂成本的增加 工厂不可能独自消化这些上涨的成本 肯定会在产品上加价 所以会间接影响物价 这里面对老百姓影响更大的就是粮食 粮食进口 价格贵了 饲料成本就会增加 势必会对粮油养殖等一系列粮食下游有影响 猪饲料贵了 猪肉就会涨一轮 中国物价指数 核心指标就是猪价 养猪的豆柏 主要靠进口 豆柏涨 猪价不可能不涨 近月豆柏已经5100了 国家三次投放 储备肉都没有压下去猪肉价格 猪价涨 所有东西都会涨 食用油 豆类 猪肉都要涨价 因为国内严重依赖进口黄豆 而黄豆的用途太过广泛 食用油 豆腐 猪饲料等等 都需要黄豆 终端消费品 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也很多 比如进口电器 日用品 食品 奢侈品 汽车等 但是这些领域主要是有钱人的消费 对普通老百姓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有人说资源国货币对人民币 人民币实际上是升值的 比如澳洲 巴西 至少都没有贬值 只是对美元贬值了而已 中国的铁矿石 焦煤等大宗商品 是从澳洲 巴西进口的 那对进口这些物资 也没什么影响啊 要知道 这些铁矿石 虽然产自澳洲 巴西 但铁矿石等大宗商品都是美元计价 所以进口一样要比以前贵很多 人民币贬值会造成中国很多商品的物价高涨 有可能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 那中共为什么还要人民币贬值呢 一是中共要保就业 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出口 出口好了 才能保住制造业 也就是血汗工厂 大量中低收入人群有了工作 中共的政权就此稳当了 若是很多人失业 没有了收入 那肯定会上街闹市 即使有警察也不管用 看看深圳风控后 某些小区的暴乱 不也有警察吗 但是大家一起抗议 警察是不管用的 虽然物价上涨 老百姓的生活会艰难一些 但相比于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物价上涨就没有那么难受了 第二 人民币贬值也是中共国经济下滑 中国经济激进崩溃的表现 中共想维持人民币也维持不住了 接下来人民币还会继续贬值 甚至会贬值到时 那要是到时了 老百姓真没发过了 物价会涨上天 八九十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 肯定会来临 美国也不会任由人民币贬值那么多 美国一定会跟中共开战 另外人民币贬值一定会促进出口吗 对出口是好事吗 要知道老外客户会逼着把利润让出去的 让你降价 而绝大多数出口商为保住订单只会妥协 再有现在外国CPI特高 国外的普通百姓也在节衣缩食 出口量不同往年 做外贸的都知道 去年订单不错 但汇率不行 今年汇率行了 单子又大幅减少 还有人民币越贬值 进口的东西 尤其是关键零部件越贵 那产品的成本也会升高 不可能降价那么多 所以对出口商也是双向影响 人民币贬值对地产商影响非常大 因为很多地产公司借了美元债 人民币贬值 地产商借的美元债就危险了 它借的债务由于人民币贬值 还的债务就增加了 原本地产商的日子就很难过 现在债务又增加 很多地产公司就会撑不住 地产公司撑不住 银行就会完蛋 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 不就是这么发生的吗 因此中共一直要维持的 不发生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 最后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最后人民币贬值太快 还会引发资金外流风险 外储流失更是个大麻烦 对人民币定价的资产都是利空 尤其是对房地产 现在地方政府在想尽一切办法 维持住房地产不崩盘 但是人民币贬值很多人会卖房子 把资金转移到境外 这对于中共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没有了外汇储备 中共印出来的红纸在世界上可不那么好使 虽然中共一直严谨换汇 但是对于有门路的人 还是能把外汇给换出去的 所以中共现在是人民币不贬值不行 贬值也不行 具体调多少才是合适的 估计中共自己也不清楚 最主要人民币贬值也不是中共自己绝对控制的 它是受内外经济大环境的影响的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